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共同好友亲自承认两人关系 两人已在朋友圈官宣 甚至两人已经到了谈婚闷嫁的地步 之后网友化身福尔摩斯 两人多个细节被挖出来 同穿一条牛仔裤 去白静庭剧组探班 之后两人也被爆出一起赴约三亚 数次进入同一家酒店 恋情被大家实锤 大多数网友表示两人狼才女貌 天作之和 但也有网友表示 不服表示宋毅根本配不上白静庭 所以宋毅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钢铁直男白静庭偏偏倾心于他呢 宋毅从小就出生在一个知识家庭 宋毅的父亲是一位学术专家 说起宋毅的名字也是有缘故的 从小宋毅就体弱多病 可谓是三天一小病 五天一大病 妥妥的小林黛玉 宋伯父伯母为了给宋毅多点阴朗之气 煞费苦心 于是最后就给宋毅改名为宋毅 宋毅 之前大家一直以为叫宋铁 甚至而且很多营销号都故意把毅写成了铁 当时小编还寻思着 这么漂亮的女生砸取了个这么阳刚的名字 原来宋毅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宋毅的表哥胡佳 也曾获得过奥运会冠军 据说还有个堂地考进清华 可见宋毅家庭教育真是不一般 小小的年纪 在学校就被中系的老师发现 老师觉得宋毅是一个可造之才 并多次询问宋毅是否愿意进入演艺圈 也就是这个机缘巧合 让宋毅开始接触演艺圈 所以出演了他人生第一个角色 从此之后宋毅开始对演员这个角色萌生兴趣 但宋毅却和父母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宋毅想去专业的学习表演 但父母觉得从小性格就内向的宋毅 不适合待在复杂多变的娱乐圈 哪怕是父母非常反对 宋毅立志也一定要考上中系 来实现他的演员梦 未成年的宋毅就凭借着优异的成绩 考入中央戏剧学院 当时和他同班的还有张锐 陈晓云等 刘天池还是宋毅的辅导老师 在校期间宋毅十分刻苦 积极学习专业知识并和同学们共同进步 甚至连张锐在之后的访谈中都提到过 宋毅在校期间追求者众多 但当时的宋毅却不为所动 在大二时 新红楼梦开拍 导演一眼就看中了宋毅身上的那股镜 想让宋毅出演相邻这个角色 但是大家都知道中央戏剧学院一直有个规定 大三以前是绝对不允许拍戏的 宋毅无奈 只好作罢 但是宋毅注定于 新红楼梦 有着解不开的缘分 新红楼梦 因为各种不可抗因素延期拍摄 宋毅刚好就搭上了最后的一次末班车 要知道当时饰演 新红楼梦 的都是现在众所周知的八五后小花们 有网友调侃道 这哪里是拍戏 这明明就是八五后小花们 合体选美现场 毕业之后宋毅就进入成为了一名舞台演员 之后宋毅的演艺生涯 有了快速的发展 但同时演技与实力俱佳的宋毅却开启了她 忙忙碌碌却一直女配的命运 出演了何炯老师导演生涯的处女作 《侄子花开》 在《侄子花开》这部戏中 宋毅饰演女大学生陈嘉苗 讲述的是四小天鹅的大学青春记忆 宋毅无疑是四个人中演技最好 但镜头和戏份是张慧文的一半都不到 当时宋毅还是挺边缘化的角色 之后又出演了 《伪装者》这部大制作的戏 与当时演技资深的胡歌搭档 也让余曼丽成为多少人心中的一男评 因为曼丽的形象和宋毅的风格完全吻合 在《伪装者》中 当时宋毅一出场大家就惊艳到 不少网友都以为宋毅才是女医 主要还是业务能力强 忽略不了她 太容易出彩了 哪怕宋毅不演女医 基本都能吊打女医 哪怕她可能根本就不在意 是不是女医 宋毅对自己的定位认知也很高 2018年作品 宋毅也是跟着之前 《伪装者》的风格在走 毕竟宋毅知道自己没有选择 和哪个明星合作权利 哪个角色出彩 就会有大量类似的本子找到她 从谍战剧走到古装剧 这是很厉害的突破 之后几部剧的爆火 都证明宋毅对自己清晰的定位 宋毅演的角色 都很贴近人物角色表达的舒服 并不是那种 硬演歌重要角色的感觉 这种状态 才是正常的演员应有的状态 只要是合适的 不一定非要突破啊戏份中 或者特别抢演 角色只要演好了观众自然会喜欢 宋毅终于迎来了 自己第一个女主角 宋毅的星途虽然比较顺利 但是并不足以惊艳 宋毅的仪表姿态语言功底都非常好 可能这些都是骨子里的东西 虽然走得慢 但宋毅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过来 确实要比大多数明星走得更稳 宋毅的运气来源于自己的选择 演技好 诗爱少 绯闻少 营销少 运气都是自己挣来的 坚持本心去挑选角色 不坚持女一 不争不强却依然耀眼 从来不营销美貌 性格是有稳定的内在感觉 宋毅也不利事业人设 也不利独立女性人设 在宋毅身上没有任何标签 宋毅活出了现代女生向往的样子 这两年宋毅的发展平平 可能是因为这些年他处事低调 自己也不炒作 虽然演技虽然不错 但没有太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谈论来谈论去还是几个点 肤色白 旗袍适配度高 但这次素颜出镜 却是一下子无形间给他立了个新的tag 素颜美女 但也有太多网友表示实在太普 宋毅的五官上部分成熟 下部分少女 所以注定宋毅可以很少女 也可以很郁姐 宋毅的外貌 虽然算不上一眼惊艳那种 但身材气质那一挂 站在众女心里不会输的 但近日又有网友爆出 白敬廷和宋毅是假的 而刘大锤之前的爆料是收了钱 才在网上公布恋情是真的 宋毅 白敬廷两人不必摇的原因是 一方面害怕 长风度明年播的时候会出事 又害怕正在播的青青日常受干扰 所以你们觉得他们的恋情到底是真的吗